第二集,食用型咖啡拉花 咖啡拉花经过了长久的发展和演变之后,不仅讲究视觉感受,在牛奶的绵密口感与融合的方式与技巧上,也一直不断地加以改进 使咖啡拉花在整体上达到了所谓的色、香、味、俱全的境界 在美国,每年都会举办世界咖啡拉花比赛,在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拉花高手 在比赛中,展现各种创新图案及熟练的技巧 咖啡拉花更是咖啡师必备的专业咖啡技术 大家好,又见面了 上一集当中,董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关于咖啡拉花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还教我们做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咖啡拉花 今天董老师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种类的咖啡拉花这则方法 一,动物型咖啡拉花 董老师你好,今天最先给我们带来的是哪种类型的咖啡拉花呢? 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些动物型的咖啡拉花 小熊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沫 放入巧克力粉 将细腻的奶沫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圆形 用勺子蘸取奶泡 画上耳朵 用雕花棒蘸取咖啡液 修饰出小熊的脸部细节 用巧克力沙丝 加一点缀 这样 小熊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蝴蝶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放入巧克力粉 将细腻的奶末 轻微上下抖动 冲入咖啡液中 自然形成圆形 用雕花棒 勾画出蝴蝶的形状 这样 蝴蝶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小猪型咖啡拉花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 放入一颗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 吹发牛奶 使牛奶 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 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圆形 用雕花棒 工化出猪的耳朵 再用雕花棒 蘸取巧克力沙丝 装饰出小猪的面部特征 这样 小猪型咖啡辣花 就制作完成了 小花猫型咖啡辣花 首先将咖啡 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 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 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 冲泡头上 在底部 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将细腻的奶末 冲入咖啡液中 自然形成圆形 用勺子 勾画出猫的耳朵 再用标花棒 蘸取巧克力沙丝 勾画出小花猫的面部特征 这样 小花猫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海豹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 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 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将细腻的奶末左右晃动 冲入咖啡液中 使奶末流入咖啡中 自然形成海豹外形 用雕花棒 蘸取咖啡液 勾化出轮廓 这样 海豹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小兔子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冲入咖啡液中 用奶泡倒出所需的图形 用雕花棒蘸取咖啡液 勾化出兔子的面部特征 这样 小兔子型咖啡拉花就制作完成了 我最喜欢小兔子了 我来品尝一下这杯小兔子的咖啡拉花 看着都不忍心喝下去 口感非常的纯正 那我想问一下董老师 在做这个关于小动物的咖啡拉花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做小动物的咖啡拉花 主要是用细腻的奶末 在咖啡液上自然成熟 小动物的大体形象 再用雕花棒加以修饰 二 人物型咖啡拉花 接下来董老师要教我们做人物类型的咖啡拉花 女人头像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接入约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圆形 用巧克力沙丝画出S曲线 用雕花棒左右勾勒 调出人形头发 勾画出面部轮廓 这样 女人头像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太阳人形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接入约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将细腻的奶末 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圆外形 用雕花棒围绕碑边 顺时针旋转一圈 蘸取巧克力沙丝 再勾画出太阳人形的面部特征 这样 太阳人形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雪人形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 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大小两个圆形 用雕花棒蘸取巧克力沙丝 勾画出雪人的脸部及身体 这样雪人形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男孩女孩头像形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将细腻的奶末冲入咖啡液中 自然形成圆外形 用巧克力沙丝 画出半圆和S形 用雕花棒 勾画出男孩女孩头发 以及脸部五官 这样 男孩女孩头像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男人脸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三十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 盛入咖啡液中 自然形成圆形 用雕花棒 蘸取咖啡液 勾化出面部特征 这样 男人脸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鬼脸型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 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大约接入30毫升 倒入牛奶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将细腻的奶末左右晃动 充入咖啡液中 轻微抖动奶泡壶 使奶末流入咖啡中 自然形成不规则型 并倒入奶末成两个圆形 用巧克力沙丝 画出眼睛 嘴 用雕花棒再修饰 这样 鬼脸型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看来人物咖啡拉花的制作 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需要多多练习 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 像型咖啡拉花 接下来我们请董老师 为我们带来像型咖啡拉花的制作方法 圣诞树咖啡拉花 首先将咖啡研磨成细粉状 关闭电源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轻微抖动奶泡壶 使奶末流入咖啡中 自然形成圣诞树形 这样圣诞树咖啡拉花就制作完成了 禽锁咖啡拉花 在手柄中加入咖啡粉 用压粉锤压平手柄中的咖啡粉 安在咖啡机冲泡头上 在底部放入一个咖啡杯 打开流量开关 使咖啡液流出 大约接入30毫升 打开蒸汽旋钮 用热蒸汽吹发牛奶 使牛奶变成细腻的奶末 晃动奶泡壶 将细腻的奶末 冲入咖啡液中 形成圆外形 用雕花棒蘸取咖啡液 勾画琴锁外形 这样 清锁咖啡拉花 就制作完成了 穆斯林坊间塔咖啡拉花 在手柄中